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3號 我們今天打算用微跡鏡頭 帶各位來觀賞一下 捲捲路的路角角的配置體 到底長什麼樣子 雖然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 捲捲路發芽的情況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那其中呢 我養了這麼多盆的 這個播種這麼多盆的包子 捲捲路的包子 其中有一盆就是這一盆 那這一盆呢 其中有一個配置體 哇長得像巨無霸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長得特別大 它是我播種下去以後 第一個長大的 結果它長得超大的 我會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配置體可以長成這樣子 很好奇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也覺得很好奇 所以我們打算把這個配置體 拿起來 我們用微跡鏡頭來看一下說 看這個東西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想看看 我們來換個鏡頭來看一下 好 我們用Canada擺為鏡頭呢 拍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你看這配置體超大的 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葉片呢 這個整個這葉片 這個叫配置體 配置體呢 它會不曉得為什麼這樣子 從這裡看 產生這種 卷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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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都有卷葉 然後呢 你再注意看一下這個位置 尖尖的位置 這裡 這個就可能是小苗 這也是小苗 然後這有稍微大一點 這可能也是小苗 好 我們來分析一下 轉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配置體呢 這邊很多虛虛的 這個虛虛的叫做甲根 配置體的甲根 配置體的甲根的位置呢 是屬於長筋囊的位置 那長筋囊呢 它會透過裡頭的濕氣呢 有沒有看到表面有水氣 它會流動流動 有沒有看到它是 它是往這個方向流下來 流下來 流下來 你看 配置體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這邊朝上 那個那個金紙呢 它會往下流 流到下面的部分呢 跟下面周遭的這個 長軟囊的軟子呢 做結合 結合之後呢 就會再次下面的部分呢 產生這個 有沒有看到 很小很小 非常微小的這個叫做 這應該就是 就是鹿角角的描 真正的描 真正的描 配置體之後 長真正的描 但是我好像也有感覺 隱約感覺好像 轉一下 好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隱隱約約可以看得到 這個縫縫的位置呢 好像也有小苗在裡面 這邊感覺好像也有 小鳳鳳這裡 這裡 所以我們在懷疑猜測了合理的懷疑猜測 但是他的長軟囊 他的長軟囊可能不是只有下方 也許 周圍都有 只能這樣解釋 也許啦 或者是上下 很奇怪 不然這邊怎麼感覺好像有小苗的痕跡 我看看能不能再拍近一點 好我們這樣子這個角度來看呢 就很明顯感覺好像 這個位置尖尖指下面這個位置有一個 感覺好像有一個 然後旁邊這邊也有一個 但說實在的這樣子看看的不是非常的明顯 很特別很奇怪 我們再換個角度看一下 因為從這個角度很明顯就是這邊有123 然後其他的角度呢 因為可能光線還有那個苗太小 看不太出來 一個配置體呢 一個陸角角的配置 其實不是只有陸角角 絕類都一樣 絕類的一個配置體呢 就會有甲根 甲根的附近的就是屬於長軟囊的位置 長筋囊的位置呢 那個精子呢 他的精蟲會往外移動 理論上叫做移動 應該比較蟲 精子會移動 然後卵子呢 大部分都是應該 理論上卵子比較不會動 會待在原地 那卵子的位置呢 長軟囊的位置呢 就有可能大部分都是屬於在下方 因為水會往下流 所以他的長筋囊呢 的精子會往下移動 沿著水呢 往下移動 跟長軟囊的卵子結合之後呢 就會產生全新的一個配置體 但是這個配置體呢 產生全新的子實體 應該全新的陸角角 那為什麼這個配置體長那麼大呢 我覺得太太神奇了 還是說也許他原本就應該這麼大 我沒有養過陸角角小苗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養 所以呢我也沒看過到底配置體 到底會有多大 這我第一次 那我不曉得有沒有 看看有誰有養過這種陸角角的配置體 還是說這個真的是比較特例 超大的 所以一個配置體呢 有可能會長成非常非常多的陸角角的小苗 OK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帶各位來看一下 蕨類陸角角 一個配置體的一個生長的一個過程 帶各位來欣賞欣賞 因為有些花友呢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超微距鏡頭 來看到這種這麼細小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帶各位來看看 今天我們影片就揭曉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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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